把大新竹合并议题融入舞蹈创作 来看到新竹县在地舞蹈团曹宇田 七月将代表台湾赴法国演出 六位舞者运用肢体表情语言 诠释社会议题和内心感受 县长杨文科今天特地受其勉励 运用表情 手臂和肢体 舞者或走或跳展现身体语言 曹宇田舞蹈剧团逐流 七月要非法国演出 县长杨文科特地受其勉励 把这两个舞合并为一个主流 我想说水波主流也好 说新竹的潮流也好 这个就是指引着我们现代 我们大新竹人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想法 我想非常有意义 而且我相信这个表演会大放异彩 也是我们新竹之光 也是台湾之光 除了我们平常可能听音乐 因为努力的举腿劈腿 然后把手拉得很漂亮 线条拉得很漂亮之外 没有音乐之后他们要怎么样 还能够保持彼此的默契 可能需要更专注 然后那个同时还要让观众不能睡着 所以他们的表演能力 然后他们的默契 必须要磨合到非常的精准 外亚维农艺术节 文化部从全台36团艺术团队 争选三组出国 7月7号到7月29 曹宇田将在法国剧院演出20场 两支舞分别由刘毅玲 林婷旭编舞家创作 其中而且或者 灵感来自大新竹合并议题 无声双人舞蹈 借变换姿态 营造图形空间 表现独立个体磨合过程 下沉的世界以肢体和队形编排 呈现暗夜人心 其实今年初就已经非常开始的 锦罗密鼓的筹备 然后我们几乎是 每周每周的都是锦罗密鼓的排练 然后我们即将在这个周末 6月17 18 会在我们新竹县政府文化局的实验剧场 让竹流抢先上演 让我们新竹家乡的朋友们 可以抢先来看 6月17 18 在文化局实验剧场 两天演出行前场次 要民众观赏感受 当代舞蹈艺术的独特魅力